笑花被姐妹们嘲讽 只有她是单身狗 于是她立马在网上下单花费999 两个半小时后 我就开着劳斯莱斯G63来到她的面前 成为了她一天的帅气有形的理想男友 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轮流给笑花们当共享男友 客户群体只针对笑花 就连帮花都不行 不要9万8 只要999 我就可以满足他们对另一半任何的刁钻要求 想要有钱的 系统就会让我成为富二代 想要有形的 我身上立马就会出现完美线条 而帅就不用说了 可以让本身就帅得我变得更帅而已 此时将大笑花沈柔情被姐妹们嘲讽 晚上聚会只有她没有男友 于是她赌气在群里说道 追我的男生早就从巴黎排到了意大利 我怎么可能没有男友 只是她平时太忙 今晚我就带她过去 可关掉手机沈柔情无力地摊在床上 都是面子惹的货 一番手机里面的歪刮裂枣根本就带不出门 就在这时沈柔情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支付999 你可以得到一位精心为你准备的临时男友 只供一天使用哦 沈柔情两眼一黑 怎么这个时候还有诈骗短信 但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想法 她还是好奇地想了想想象中的男友 随后写了一篇签字的小作文发了过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看到订单的你整个人都沉默了 一签字的小作文 你确定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男人吗 虽然以前和未来可能没有 但现在确实有了 随后系统就按照签字作文的标准 立即对你进行了改造 片刻后你戴着无矿金丝眼镜 身穿一起蓝色西装就准备出发 刚出小区门就停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 没错 这是系统给我配备的 当然也只能有一天使用权限 于是你熟练地开上劳斯莱斯前往任务地点 而此审柔情的朋友已经到了聚会地点 唯独她还没有到来 这马上到饭点了 柔情怎么还不来 哈哈 我估计她根本没男朋友 再装呢 等会她过来肯定会说 哎呀 搞忘记了 刘月一手挽着自己的男友林家豪阴阳怪气地说道 另外一个女孩也跟着附和 是啊 没听说过柔情谈男朋友 她眼光那么高 哪里看得上男人啊 而她的身边则牵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看起来像一个成功人士 女孩的聚会无非是带着男朋友炫耀一下 或者逛逛街炫耀自己的名牌包包 别急还有半小时呢 这是和沈柔情关系最好的游易一开口了 而身后这几个女孩的男朋友则站在一起 无非是讨论一下自己事业有多成功 还时不时地亮一下自己宝马车钥匙 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刘月的男友林家豪 她起初也是沈柔情的追求者之一 当被无情拒绝 她今天势必在沈柔情面前好好出出风头 让沈柔情看看当初的拒绝是多后悔的决定 而几个女孩一唱一鹤火焰味十足 游易太清楚了 他们就是嫉妒沈柔情长得好看追求者多 眼看快要到聚会时间 她悄悄地给沈柔情发了一条消息 柔情 到哪里了 我们都在门口等你呢 我在路上马上到 其实沈柔情早就到了 她坐在对面的奶茶店里 看着众多等候的人不敢露头 今天为了面子吹破牛皮不说 上午下单买的男友还不接电话 肯定是被诈骗了 算了 不管了 一会过去就说男友太忙了来不了 正当她起身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她认为的那个骗子 接听后她就生气道 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骗了我999还不够啊 快去死啊 实在抱歉 刚才堵车没注意到电话 我估计还有五分钟到 听着电话那头温柔的声音 沈柔情原本愤怒的心瞬间熄灭 转而为之的是小女生的羞涩 抱 抱歉 柔情顿时有了底气 于是她走出奶茶店 给游依依打了个电话 依依 我在楼下 来接我 好 我马上下来 而沈柔情听见电话 传来其他人阴阳怪气的声音哼了一下 下一刻她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 万一只是声音好听怎么办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只能期待一下她是个大帅哥 而游依依来到楼下 看着孤身一人的沈柔情好奇道 柔情你又漂亮了呀 对了 你男友了 别提了 路上堵车估计还得几分钟 沈柔情故作轻松埋怨道 游依依听闻一喜 柔情居然真的有男友了 看柔情的样子应该是很满意吧 于是她又追问道 你男朋友长得怎么样啊 帅不帅 沈柔情听闻皱了皱眉 她也不知道你长得帅不帅 只能含蓄道 一般般吧 还看得过去 就在这时 一辆劳丝劳丝停到了沈柔情的面前 柔情 道歉 我来晚了 沈柔情见状直呼 Oh my God 999连这个车都租不到吧 这也太夸张了吧 随后你下车站在她的面前 更是让沈柔情和游依依差点流了一滴哈喇子 你不仅帅 而且特别帅 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的气质都无与伦比 和我的粉丝们都相差无几 柔情 这是你男朋友吗 这也太帅了吧 这就是你口中的还看得过去 嗯 沈柔情见规命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 立马挽着你的手腕宣布主权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陈泽 你则面带笑意向游依依打了个招呼 你好 我是柔情的男朋友 叫我存折就好了 游依依听见你温柔富有词性的声音 简直难以接受 她本就知道沈柔情的目光很高 但没想到居然这么高 这种男人居然还真的存在这个世界上 而沈柔情则很是期待 一会他们见到自己这么帅的男朋友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让你们天天跟我炫耀男朋友 我要让你们以后都不好意思带男朋友出门 而这时刘悦的电话打了过来 依依 怎么去了这么久 该不会是柔情又没带男朋友 不敢来了吧 刘悦语气略带嘲讽 而站在一旁的沈柔情听得则清清楚楚 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像以往一样忍气吞声 而是露出自信骄傲的神情 谁说我不敢来 你们都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到了 沈柔情大声地朝着电话那头喊道 挂完电话 沈柔情拉了一下你小声说道 陈 陈泽 我还不知道你是干嘛的呢 你低下头在沈柔情耳边轻声说道 我叫陈泽 就说我是做小生意的吧 其余的你不是都写在了那一千字的小作文里吗 沈柔情尴尬的小脸羞红随后点了点头 真没想到现实居然真的有这种男生 不仅每条都符合自己的标准 甚至都严重超标 你这时又用富有磁性的声音说道 那你对我还满意吗 满意的话记得给个好评哦 嗯 沈柔情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别的不说 就你这声音都让她小路乱撞 很快你们就到达了酒店包厢 刘逸一马当先为沈柔情推开大门 随后她大声喊道 大小姐叫大 通通闪开 众人的脚趾头在鞋子里扣了扣 目不转睛地盯着游一椅 而满是嘲讽的刘月等人还很不舒服地说道 哼 沈大小姐就是不一样 一个出场就能让我们等这么久 是啊是啊 这哪能一样啊 沈大小姐是什么人啊 指不定是追求者太多了 被堵得出不了门呢 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阴阳怪气地嘲笑道 可就当看见沈柔情和你走进来的时候 他们笑不出来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震惊 他们家里也是有点小钱的 一眼就认出你价格不菲的名牌衣服 更何况你无与伦比的气质和帅气 相比之下 他们的男朋友和一只土狗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 但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明明昨天打听过沈柔情没有男朋友 今天这个比哥哥还帅气的男人到底是从哪找来的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而沈柔情看见这几个好姐妹的表情脸上浮现一丝得意 哈喽 月月 灵灵 雪儿 好久没见到你们真是想死你们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陈泽 我早就想给你们介绍一下了 可是他实在太忙了 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结果路上堵车了 真是不好意思 既然迟到了 那必须罚酒了 一个男生此时笑着说道 你也紧接着做出回应 拿起酒桌上88度的青岛白酒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酒杯向下一滴不剩 这可把沈柔情吓了一跳 这可不是啤酒啊 就这么直接喝了一大杯真的没事吗 而众人也被你的酒量和耿汁给吓到 本以为你会推脱 趁机好好羞辱一下你 没想到你上来就一口给闷了 而你帅气的脸庞究竟还是太帅了 刚喝完酒就吸引了在场所有女生的注意 他们的男朋友也在上下大量 光看这身穿搭就有了个初步的判断结果 多半是比他们有钱 由依依羡慕的两眼发光道 柔情 真羡慕你 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沈柔情腼腆地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 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个男朋友是租的不是真的 早知道多租几天就好了 没事拎出去和好姐妹们逛逛街多炫耀炫耀 刘月一脸阴沉地看着沈柔情和你 本想着在沈柔情没有男朋友的事上做文章 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你已经完胜他的男朋友林家豪了 现在只能另辟蹊径 林家豪同样也是一脸阴沉 他本打算让沈柔情看见自己的优秀 让他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他 可却被你狠狠地打了脸 而沈柔情则开心地夹起来一只龙虾 刚想包壳 你就将一只包好的递到他的嘴边 柔情 帮你包好了 一时间你们这对成了全场的焦点 不仅女生们羡慕地咬牙切齿 就连男生也自愧不如 就在这时 林家豪忍不了了 于是他开口问道 陈泽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小生意不足挂齿 也就是在某平台当当小丑而已 哈哈 这是什么小生意 随后林家豪又有意无意间 描到了你手腕上的手表 这可把他吓了一条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可是理查德米勒 是他这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存在 这次的饭局对刘月等人来说可是煎熬 不仅毫无食欲更是极度不堪 而沈柔情则吃得饱饱的 他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不仅拥有一个帅气逼人的男友 就连气质和照顾人也有一手 简直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 好在饭局很快就结束了 众人决定去KTV唱唱歌 刘月等人想在KTV好好找回颜面 你说你长得帅又有钱 总不能唱歌也好听吧 平时沈柔情喜欢听歌不喜欢唱歌 但是想到你富有磁性的声音 还是忍不住问道 陈泽 你会唱歌吗 放到之前你当然是不会的了 先不说五音不全 就连大字你都不识几个 可现在的你不仅会唱更会写歌 因为沈柔情签字的小作文里面有提到 想要一个会唱歌写歌的男朋友 于是你温和一笑 只会一点点 那就好 董辉他们肯定会让你唱歌 你随便唱两句应付应付就行 不好听也没关系 好 听你的 你温柔地回到 陈柔情小心脏跳了跳 听着你宠溺的声音 他瞬间有种被宠爱有恃无恐的感觉 到了KTV 刘月给林家豪使了个眼色 林家豪意会地点了点头随后微笑道 陈泽 等会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吧 你会唱什么歌 刘月健壮复合道 我们家豪豪唱歌可是强项 PK经常能唱到95分以上 有时候还能拿满分呢 前不久还有娱乐公司想要签约我们家豪豪 但是你们懂得 谁还当明星啊 沈柔情有些担忧地看了看你 他当然知道林家豪唱歌还可以 因为当初林家豪还专门在学校楼下给他唱歌表白 不过沈柔情可不吃这一套 林家豪只能白白唱了两个半小时草草收场 林家豪听着刘月的赞美得意的养了养头 随后他瞄了你一眼道 陈泽 我们一起唱这首指引你太美怎么样 你没问题吧 众人听闻目光都聚焦在了你的身上 想看看你此时应如何应对 陈柔情也是眉头一皱 这首歌还是比较难的 高音多不说里面还有很多英文 这不是在为难陈泽吗 于是他准备给你找个理由换一首 却被你轻轻捏了一下 随后你递给沈柔情一个安心的表情道 行 那就唱这首吧 不过我唱得不好 托你后退可不要怪我 怎么会呢 大家就是出来玩的吗 又不是要争什么第一 你说是不是啊柔情 林家豪随意地回到 可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 那就好 于是你站起身看着屏幕上的歌词 而林家豪也开始表演了起来 因为学过声乐的原因 林家豪凭借高超的技巧优雅地完成演唱 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欢呼鼓掌 接下来就轮到你唱歌了 林家豪目光阴险 就等着看你出丑 你则对林家豪竖起了大拇指 因为他唱得的确是有水平的 随后你轻轻地从他手里接过话筒开口唱道 一曲唱完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纷纷都目瞪口呆地看向你同样的歌词 但在你口中则变成了不一样的歌 风格和林家豪的也是云泥之比 很明显 你唱得远远胜过了林家豪 估计就连练习了两年半的歌歌也自愧不如 而沈柔情更是满脸震惊 这就是你说的只会一点点 你确定这是一点点而不是一点点 哇 这也太好听了吧 这真的是指引你太美了 游易亦打破了这短暂的安静 明媚般的眼神看向你为你鼓掌 本以为陈泽哥长相和气质已经够出众的了 没想到唱歌还这么好听 呜呜 我真羡慕你啊 游易亦满脸羡慕得到 这么好的男朋友从哪里找的呀 柔情 你还有没有存货 玲玲一脸想要的表情 她的男朋友则露出吃了一只死苍蝇的表情 你甘大的笑了笑 唱得一般一般 大家见笑了 听见别人赞美自己的男朋友 沈柔情由衷产生一种骄傲和自豪 尽管你是租来的 但这也让他背有面子 而这首歌结束 KTV又陷入了僵局 谁都不敢去接这个话筒 他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林家豪更是一脸乌黑 没想到居然在唱歌上你也能压他一头 这更让他怒火中烧 随后沈柔情走得过来红着脸说道 真没想到你这么优秀 哈哈 不优秀怎么满足你小作文的要求 等会结束给我个五星好评呗 沈柔情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露出狡猾的微笑 看你表现 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开口 一直唱歌也没意思 我们来玩头子吧 输了的喝酒 沈柔情见状连忙拒绝 我不喜欢喝酒 而且陈泽是开车过来的 你们玩吧 今天晚上的消费算我头上就是了 柔情 你这就没意思了 人家陈泽还没说话吗 你这不是扫兴吗 你也是主打一个听话 连忙开口道 我听柔情的 这有什么 大不了喝醉了让柔情送你回去 林家豪阴阳怪气的说道 他似乎是铁了心要和你拼个高低 行吧 那就随便玩玩 一个小时过后 每个人都喝得有点醉语 尤其是林家豪抱着桌子就拜起了把子 反倒是你到目前为止一杯酒都没喝过 沈柔情见大家似乎都喝醉了打住道 要不然今天就这样吧 咱们改日再绝 大家听闻也很是赞同 于是三三两两的走出KTV 而沈柔情则去把台阶了账 一共消费三千多 这三千对他来说可不算什么 就算是三万能买来今天的胜利 也是很开心的 出了门沈柔情偷偷看了你一眼 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动油然而生 他很想把你牢牢的捆绑在自己身边 可以想到明天就是陌生人了有点后悔 早知这么便宜就应该租个十年八年 沈柔情抬起头看着你道 你喝了酒不能开车 我们打车还是找代价 你不是会开车吗 你轻声的问道 我 我没怎么开过 技术不是很好 没事 我酒喝的不多 一会我指导你 你打开副驾坐了进去 随后关上了车门 沈柔情紧张地坐在驾驶室上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此时两人都没有说话 气氛很奇怪很紧张 为了缓和气氛 沈柔情主动开口道 我受到共享男友短信时 还以为是骗人的呢 下单之后你又不接电话 我真以为自己被骗了 结果你又来了 而且还这么优秀 你温柔一笑不及不缓道 既然这么满意 给个五星好评呗 肯定啊 沈柔情毫不犹豫地说道 突然她脸色的笑容 变成了紧张 她瞄了你一眼 还是决定问出 问你一个问题 你做共享男友多久了 接了多少单了 你是我的第一单 我也是今天才开业的 这个回答让沈柔情一喜 嘴角看起来比AK还要难呀 那个 陈泽 你干这行有女朋友吗 这个问题你听闻想笑 你觉得我有女友 还会敢当共享男友吗 怕不是女朋友会生死了我 随后沈柔情又问道 看你的样子 也不想缺钱的人 为什么要当共享男友啊 一单才999 连你身上西装的零头都不够 谁说我不缺钱啊 我这些东西都是租的 衣服也是高仿的 都是公司报销 我要是真的配得上这一身 我干嘛要当共享男友啊 你只能瞎编一个理由 总不能和她说 这是系统给的吧 沈柔情愣住了 她也是实货的人 可一点没看出来是高仿的 这些料子一看就不便宜 难道是高仿中的高仿 她也没纠结这么多 反而从你的话 得出一个很有用的信息 那就是你真的缺钱 先前还担心你是个有钱人 来当共享男友 只是为了好玩 但现在确定你真的缺钱 然后自己刚好有点钱 这不是机会来了吗 眼看就要到自己小区了 沈柔情也是豁了出去开口道 陈泽 要不你当我男朋友吧 你一脸一豁 我现在不就是你的男朋友吗 沈柔情气得一咬牙 又鼓起勇气道 我说的不是日租男友 而是真的那种 你别干这行啊 我养你怎么样 别说 你还是真有些心动 不过沈柔情喜欢的是 现在优秀的自己 等日租一过 自己变了回去没有任何意义 考虑到这 你找了个借口就想糊弄过去 还是算了吧 我其实没你想的那么优秀 沈柔情有点不明白了 自己明明这么漂亮 而且还有钱 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她 她是真的动了心 一定要把你狠狠抓住 想到这 沈柔情生气道 陈泽 现在还没有到期吧 你看了眼手表道 你租的是今天一天 当然还没有到期 突然你唤笑一声 怎么 沈大小姐不会是对我图谋不轨吧 沈柔情一咬牙直接道 被你猜中了 你现在后悔可是来不及 你要是后悔的话 我就给你差评 这让你打了个机灵 五星好评对你来说 可是很重要的存在 居然忘记这茬了 这丫头居然拿五星好评威胁自己 你只能无奈笑着说 别别别 沈大小姐 你想怎么开心怎么来 别给差评就行 今晚都听你的 见你被她轻松拿捏 沈柔情很是满意 笑容也越发的旺盛 想不到堂堂结出青年 大到总裁的人设 会因为好评对我屈服 别人我肯定定死不屈啊 但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可爱 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 真的吗 沈柔情眨了眨眼欢喜地问 你则双手放在脑后悠闲回道 当然不是真的 谁让你今天是我的老板 我当然要说点假话让你开心 哼 你今天的五星好评没了 沈柔情假装生气道 他很喜欢和你聊天这种融洽的气氛 两人一路闲聊欢声笑语 很快就到达了沈柔情的楼下 你瞄了一眼 这可把你吓了一大跳 这别墅少说得上千万吧 你 你住这里 是啊 怎么样我的霸道总裁 我说我养你绝对没问题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沈柔情笑着说道 你叹了一口气 算了吧 我还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向人生巅峰 等我配得上你的时候回来娶你 怎么样 那我等着这一天 沈柔情微笑说道 心里却在想 真的能等到那天吗 看着你离去的背影 沈柔情充满了不舍和委屈 如果刚才在他三言两语的诱惑下 屈服反而会让他看不起 只有这样的你才会让他高看一眼真心喜欢 而你离开片刻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五星好评 所以宿主所获得的物品都将转化为永久保定 你顿时心情愉悦 我就知道这五星好评肯定不简单 不说别的 光这一辆劳斯莱斯巨六三就值两千多万 而且自己的帅气和气质也永久保定了 现在杰出青年的身份可是实打实的 回到住房 刚上楼梯就闻到一股香味 定睛一看是房东徐薇 还真是巧吗 此刻他穿着可爱的睡衣 将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了淋漓尽致 徐薇见到你满脸震惊 这是那个拉里拉他的陈泽 可转瞬间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脸上浮现出一丝魅惑的笑容 这要巧啊 你微笑着向陈薇打了声招呼 不巧 姐姐我专门在这等你的 徐薇诱惑的笑容看向你 一副要吃人的眼神 这个眼神让你很是担心害怕 果然男孩子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过专门等你是徐薇开玩笑的 确实是恰巧遇见 这是他看你太帅了忍不住打去 嗨嗨 那我还真是荣幸 徐姐 你不按楼层吗 电梯关门了 但是徐薇没有按楼层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你 随后他耿直说道 去你家呀 你瞬间猛了 这是什么意思 咋啦 不欢迎我 那倒不是 你甘大的挠了挠头 只是家里有点乱 徐薇见你手足无措的模样扑斥一声笑容 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刚洗完早准备收租去了 我过去催催他们 走了一天脚都累了 口也渴了 因为你今天被系统改造成完美男友 于是你出云暖男心理脱口说道 要不进来喝杯水 好啊 徐薇果断把收租的是抛之脑后 然后敲咪咪地跟在你的身后 完了 大意了 你只能无奈地打开门邀请徐薇进屋 徐薇一进房间就像老领导一样上下打量 房间看起来很整洁 只是有点简陋 不过该有的东西都有 你则为徐薇倒了一杯水递了过去 房子住得怎么样 还满意吧 徐薇借过杯子笑着说道 我想找一个更好一点的房子 徐薇先是有些伤心 听见这句又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好办 姐姐我还有套两三百平套三的大房子 现在正好没人租 你就住那里怎么样 你听闻脑袋瞬间冒出了一个问号 这房东也这么有钱 看来是自己目光短浅了 见你愣住 徐薇怕你是担心房租太贵连忙说道 你放心 房租不贵 反正也没人住我便宜点给你就好了 你要是现在没钱还几个月也不成问题 而且还是精装哦 你要是还觉得不合适 我还有别的房子 咱多看看 此时徐薇是一副铁了心 要留下你的表情 你也是很无奈更不好意思拒绝 那好吧 那就麻烦徐姐了 对了姐 房租多少 这个地段四环以内这么大的房子可不便宜 一年少说两万多 不过我看你这要有诚意 我吃点亏 一年八百怎么样 听到这个价格你还是略显吃惊 这叫吃点亏吗 这亏的裤衩子都不剩了呀 看来徐薇真的很想留下自己 你也不好意思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默默地从裤兜里掏出八百块钱递了过去 徐薇见状则乐开了花 第二天就拉着你去看新房子 到了地方 这个小区明显比之前的高档很多 而且一看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怎么样 这里还满意吗 你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确实不错 环境也毕竟优雅 在徐薇的带领下 你们走进了小区里面 就是这里了 前面三栋都是我的 你随便选一间吧 你眉头一皱大为吃惊 我 多少 怎么了 是不是后悔没给姐姐当男朋友 嗯 你点了点头 换作之前 你肯定后悔死了 但现在就不一定了 现在还来得及哦 要不考虑考虑姐姐 我还是喜欢靠自己的努力 你回给了她一个淡然的微笑 徐薇叹了一口气 明明能少奋斗几十年非要努力 真是个不知好歹的愣头青 找好房子徐薇很快就离开了 而与此同事 艾坤大学江韵瑶忧愁地挂断了一个电话 怎么了瑶瑶 该不会又是某个追你的男生 打来的骚扰电话吧 江韵瑶乃是艾坤大学的第一笑话 平时追求者甚多 传闻张大仙也是其追求者之一 就在众人不解的时候 江韵瑶无奈地说道 还不是因为我爸乱点鸳鸯 他朋友的儿子从国外回来要让我们聚一聚 非要撮合我和他儿子 但我根本不喜欢他 怎么办呢 那你就说自己有男朋友不就行了吗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可我爹就是不信 说让我带回去让他看看 还得让他满意才行 现在我爹除了朋友的儿子谁都看不上 真是丑死我了 正当江韵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有什么需求我们都会满足 小本生意诚信经营同所无期 这条短信让江韵瑶小毛萎缩了一下 没想到现在居然还有这种行业 但有一点他很是怀疑 真的能满足自己的所有要求吗 但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组一个应付应付自己老爹 而且男友方面江韵瑶其实并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经得住审问就行 可以的话当然要帅一点 而且对商业有一定的了解 而你这边刚收拾完价 便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声音 丁 你有新的日租男友订单 请注意查收 看着价格你一愣 怎么系统还给自己涨价了 难不成是因为自己服务好 配得上这个价格 随后你点开信息查看了一下 居然是艾坤大学的那个高龙校花 真没想到居然是他 你就是艾坤大学的学生 算起来是江韵瑶的学长 在你没毕业的时候 就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传闻 接着很多商业信息传入你的脑海之中 其中竟然还包括了江韵瑶的亲爹江兰 而你站在镜子前撩了一下头发 造型已经变成了江韵瑶心中的理想男友的样子 看着头有些委屈的说道 看上去不像是假的呀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倩倩听闻有些无语 你管这叫便宜 这一看就是诈骗短信好吗 真是个傻甜白呀 钱都花了 要不咱去门口等着看看 说不定是真的呢 倩倩听闻一脸黑 正想开口时 你打来了电话 喂你好 我是你的日租男友 我现在已经到楼下了 你准备一下下来吧 江韵瑶听闻乖巧的点了点头 随后一个甜美的微笑递给倩倩 倩倩 我就说不是骗人的 更不能加微信什么的 如果发觉她有什么不轨行为 立马报警 算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下去吧 咱们一起去看看她是什么牛马 有我在她要是赶乱来 我三步之内让她成为女人 很好 江韵瑶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和倩倩一起下楼 去见这个所谓的日租男友 然而一下楼 就看见成群结队的女生围成一团 隐隐约约看见一辆豪车 似乎是劳斯莱斯被围绕其中 再一看 人群中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衣的帅气男生 这 这也太帅了吧 这气质沉稳那脸温文如雅 江韵瑶当即想到 这不就是她的理想型吗 该不会是自己的日租男友吧 但很快她就抛弃了这个想法 光看这车标 这个价格刚够她一天的油钱吧 而且这个男生身上的气质很特别 有点像自己的老爹 这种成功人是怎么会是自己的日租男友呢 而这时你也注意到了江韵瑶 你微笑地朝着她走来 你好 你是什么你是 倩倩一脸厌恶地打断你的话音 虽然你真的很帅 但你这身形头一看就是富家子的 应该是开着豪车来泡江韵瑶的 倩倩很是厌恶你们这种人 所以她当即挡在江韵瑶的身前 当起了挡箭牌